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槟榔在这个ABC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常见的症状就是我们的口腔里面有不同不明的一个肿块 或者是我们的溃疡大于两周以上没有愈合 那当然还有一些会有吞咽困难 吞咽疼痛 那甚至呢 这个牙关紧闭 那甚至也有一些民众呢 表示他这个假牙本来是个带得上去的 结果现在带不上去 那还有一个正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颈部的肿块的一个转移 将来是一个仰奈手术为主的一个肿瘤 那辅助于我们的放射线治疗跟化学治疗 那我们的一个标靶治疗跟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角色呢 则是在我们的一个复发的一个癌症 那目前呢 在我们一些比较晚期的一个肿瘤呢 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一个诱导式的一个化学治疗 让肿瘤给它稍微缩小之后再进行做开刀 除了一个理学检查病史询问之外呢 那我们现在配备有高启细度的一个内视镜 那这里面还有我们的窄屏摄影 那还有我们的一个电脑断层 核磁共振以及正直摄影 那我们耳鼻尤科也会执行我们的一个头颈部的一个超音波 以及我们的矽针窜刺 来提高我们的一个诊断率 第一个就是要再提醒民众要戒除我们的烟酒槟囊的习惯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目前政府有提供我们的这个口腔 莲墨的筛检 那原住民48岁以上 那我们一般的民众是30岁以上 如果有我们这个香烟以及我们这个使用冰凉的习惯 就可以到就近的医的医疗院所做口腔的筛检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如果有任何的溃疡 两个礼拜以上没有愈合 或者是有颈部肿块 那要赶快寻求我们专科医师的一个协助 我们在这里非常鼓励我们的民众可以做一个自我检查 那哪一面镜子 那如刚才我们所讲的 我们的口腔癌最常发现的就是我们的舌部 还有我们的夹部 因此可以绕着镜子看我们的舌头伸出来 看里面有没有一些肿块或溃疡 那用我们的手指头去翻 翻我们的夹部呢 看有没有异常的溃疡跟肿块 那接去的呢 就看我们的面部有没有不对称啊 再让他手电筒看看我们的硬额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那再也是可以摸摸我们颈部的肿块有没有一些异常 提醒民众如果有口腔的溃疡两周以上没有愈合 或是有不明的肿块那或是有发生我们颈部的一些硬块呢 要赶快寻求我们的专科医师来究竟协助治疗